那我們再來呢要有做一個那個卡片夾 我們才能有鐵絲跟一個回紋針 那回紋針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翻開 呈現一個V字形 然後先把它開成一個V字形 然後還有前後的概念 完成之後呢 我們再把鐵絲 我們把它繞到中間來 壓好之後 扯一個L型的方式 OK沒問題 扯形的方式依照這個點 L型的這個點 我們拉緊 壓兩圈 繞兩圈 完了之後呢 再把剩下的這段比較短的呢 繞過來轉 往下轉轉轉轉轉 那這樣子它今天就固定起來囉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再把盆框拿過來 然後我們運用剩下的花膠袋 黏在下面的這一段 只要黏下面這一段就好了 為的是什麼呢 剛剛上課有講過 就是鐵絲的部分呢 要讓它增加跟幹圓之間的摩擦力 讓它不容易被抽取 好完成之後 我們把它插在任何你想要的位置上 那盡量是不要擋到花 成面的煮花 完成之後 要拿棉片嗎 完成之後呢 我們把棉片拿出來 然後在上面 扣住 等一下 扣住 拿 Perdifs 那今天的根花就完成了 是的 還是不用怕